似如春梦 了无痕 香车之内献美人 风流道帅心不醉 半路杀出 成咬尽 小情 当然也有些地方 可别的女人一样 因为她看见了珠宝 眼睛也一样会发亮 储留香说 哎呀 这口箱子里的东西 最少值一百五十万两 哎 要是这位老先生肯把这口箱子给你 你肯不肯陪他睡觉啊 小情声音柔柔的 软软的说 我怎么会不肯呢 我做的本来就是这种事啊 做我们这种事的女人 那一辈子都是赚不了这么多的 如果一天晚上就能赚这么多 不管叫我干什么都行 接着她柔柔的叹了一口气说 哎 只可惜啊 今天晚上我恐怕没法转了 小情软软的靠在了储留香的身上 用一根软软的手指替她摸着她自己的鼻子 接着说 因为今天晚上有你在呀 我得陪你呀 石天斋的脸色忽然变得煞白 因为她已经明白了储留香的意思 储留香已经用一根硬硬的手指 把这口箱子推了过去 推到了她的面前 看起来 今天晚上 你已经没有希望了 储留香笑了笑说 不管你是要找人陪你睡觉 还是要找人替你拼命 都没有希望了 她的笑容温文尔雅而有礼 她接着说 所以 你最好还是走吧 带着你这口箱子走 而且最好快一点走 因为我可以保证 明天晚上 你恐怕一样没有希望 还不到三更 储留香就已经睡着了 不是睡在小情的床上 是睡在了一辆马车上 她喜欢在车上睡觉 一觉醒来 已经到了另一个地方 说不定是个从没有到过的陌生的地方 那这种感觉是很有趣的 坐车 睡觉 本来都是很浪费时间的事 而且很无聊 经过储留香 这么样的一混合 就变得有趣了 世界上有很多事都是这个样子的 生命之中本来就有很多的不如意 不好玩的事情会发生 谁都没法避免 可是一个真正懂得享受生命的人 总会想法子去改变他的 车轻马剑走得很快 储留香却还是睡得很熟 忽然间车窗被轻轻的推开了 一个人像蛇一般从车顶上滑下来 腰质鲜细柔软而灵活 一双修长结实的腿充满了弹力 他轻轻巧巧的在储留香的对面坐下 用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看着他 看了很久 储留香好像完全不知道 他睡得就像是一只懒猫 要把一条睡着了的懒猫叫醒了 那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我们这位阴魂不散的英子姑娘 那总是有她的法子的 她决心要让这条懒猫 先闻到一点点的腥味 一条猫闻到了鱼腥的时候 还不会醒 那么这条猫就不是懒猫了 是死猫 可是这里没有鱼啊 哪来的鱼腥味呢 因此 她只好先把自己变成一条鱼 一条像储留香这种懒猫 最喜欢的鱼 储留香果然很快就已经开始 受不了了 她的眼睛虽然还是闭着的 可是她的手已经捉住了这个女孩的手 不行 不能这样 我打你的屁股 我就知道 你没有真睡 可是你如果再不睁开眼睛看看我 说不定啊 我就真把你吃了 猫吃鱼 鱼有时候也会吃猫的 不但会吃猫 还会吃人呢 储留香 叹了一口气 总算睁开了眼睛 而且已经开始在摸鼻子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吵醒啊 为什么不能让我睡一觉 我睡不着 你也不能睡 你为什么睡不着 我有心事啊 你有心事 你怎么会有心事 那是因为我听到了一些本来不应该听到的话 你本来也不会让我听到这些话的 只可惜那天晚上你坐在屋顶上喝酒的时候 喝得太痛快了 你忘记了 附近有了一个学过十七年忍受的女人 她跟你一样 是个专会偷听别人说话的专家 什么 什么 那天晚上我们说的话 你全都听见了 就是因为我听见了 所以才奇怪的 你自己明明已经决心要去找史天王 史天斋要你去的时候 你为什么反而要拒绝他 那是一百五十万两银子 可不是一百五十两 你为什么不收下来 难道你认为他的人太好了 不忍心拿他的银子吗 也许是吧 那可是 为什么又硬要从我这个可怜的女人身上弄走三十万两呢 那是因为 你不但要偷看别人洗澡 而且还要把别人装到箱子里 英子盯着楚留香看了半天 才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你说的不是真话 你不肯收十天斋的银子 只不过因为你讨厌他这种人 不愿意替他做事 如果你讨厌一个人 就算他把银子推到你的面前 堆得比山还要高 你也不会去看眼的 楚留香笑了 这样说来 我既然肯收你的银子 那当然是因为 我喜欢你了 银子又盯着他看了很久 忽然说 我也喜欢你 我比谁都喜欢你 当然也比那位公主更喜欢你 我也知道 我知道 你喜欢我是假的 可是我喜欢你一点都不假 他抓住了楚留香的手 不让楚留香去摸鼻子 他接着说 可是我实在不明白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石天斋要对付石天王 那是因为石天王 抢去了他的爱妾侠击 你呢 你为的是什么 难道真的是为了那位公主吗 楚留香不回答 却反问 嗯 石天王抢走了石天斋的爱妾 所以他才要你去偷石天王的公主 可是遇见山庄里高手如云 你怎么能把他装进箱子里运走的呢 三个月前 我就想法接替了香儿的差事了 香儿就是专门伺候公主洗澡的丫头 他眨着眼睛笑着说 你大概也知道 那位公主那是个很喜欢干净的人 换下来的衣服那是很少再穿第二次的 经常要我把一箱子一箱子的旧衣服拿出去送人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 只不过这一次 你拿出了的这口箱子 那里面装的不是酒衣服 而是穿衣服的人 哎呀 听你说起来 这件事情 那好像简单得很呢 本来就简单得很呢 世界上有很多看起来很复杂很困难的事情 其实都是那么简单的 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严肃 接着说 只不过 如果有人想混上使天王那条名字 叫做天王号的大海船的话 那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就算是无所不能的楚留香 恐怕也一样办不到 哦 一个月里 他总共有二十多天住在那条船上 如果你上不了那条船 你就根本见不到他的人 如果你根本不知道那个船在哪里 你怎么能上得了船呢 有理 有理 嗯嗯嗯 要做这件事情看来实在是不简单 英子又笑了 笑得就像是一朵盛开的樱花 他说 幸好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不管多困难的事 总有法子 可以解决的 怎么解决 你只要能找到一个有办法的人 帮你的忙 问题就解决了 哦 那么谁是这个有办法的人 我 英子用一根白白柔柔细细的手指 指着他自己那个玲珑小巧的鼻子 这个有办法的人 就是我 楚留乡 又笑了 笑得比英子还愉快 哈哈哈哈 这样看起来 哎呀 我的运气 真不错呀 居然就能遇到 你这么一个 有办法的人 我早就听说 你楚留乡的运气 一向是很好的 可是 你为什么要帮我这个忙呢 第一 因为我高兴 第二 因为我愿意 英子用一双仿佛 已将满出水来的笑眼 看着楚留乡说 第三 我喜欢你 嗯 嗯 哈哈哈哈 你怎么会忽然 忽然变得这么喜欢我了呢 是不是那位石天斋先生 又花了几十万两银子 要你来喜欢我呢 嗯 却 你怎么这么说话 英子有点生气了 你为什么 总是要把我看成一个 无情无义的女人 是吗 我知道 知道你又有情又有义 我也知道 如果没有你这件事情 我是绝对做不到的 可是 楚留乡柔声接着说 可是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 最想做的一件事 是什么 嗯 嗯 英子眨着眼睛 那声音比蜜糖还要甜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相信 楚留乡的声音更温柔了 我相信 你非但不知道 而且连想都想不到 英子眉眼如丝 是吗 也许 也许我知道呢 也许我 我早就 想到了呢 他没有想到 因为他这句话刚说完 楚留乡就已经推开了车门 把他从车厢里 像扔一个球一样 扔出去了 这是一条精美的三围船 洁白的帆 狭长的船身 坚持而光润的木质 给人一种安定迅速而华丽的感觉 阳光灿烂 海水湛蓝 海鸥轻巧的 自船危间划过 远处的海岸 已经只剩下一片朦胧的灰影 船舱下 不时的传来娇美的笑容 这是他自己的世界 绝不会有他楚留乡厌恶的访客 他回来了 他正舒舒服服的躺在甲板上 喝着用海水震过的冰冷的葡萄酒 只可惜 这个时候 车马忽然停下了 楚留乡的梦 醒了 楚留乡叹了一口气 懒洋洋的坐起来 车窗外 仍是一片黑暗 距离天亮的时候 还早得很 车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停下 难道前面出了什么事吗 楚留乡已经发现有点不对了 就在这个时候 车厢的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拉开 一条黑凛凛的大汗 铁塔式的站在了车门外 赤背 徒顶 左耳上挂着个闪亮的金环 身上的肌肉一块块的突起 那黑铁般的胸膛上 刺着条人力而起的灰熊 大汗的肌肉弹动 那灰熊仿佛在做事扑人 三更半夜荒交野地 骤然看到这样一条凶陈各煞的大汗 那实在是不好玩 除流香叹了一口气 老兄 这是什么意思 要是我的胆子小 不是被你活活地给吓死了吗 大汉也不说话 只是用一双同龄般的大眼睛 瞪着他 除流香 只有再问了 兄弟 是不是来找我的 大汉点了点头 还是一声不响 你知道我是谁吗 来找我干什么 我说 你能不能开一开你的尊口 说句话呀 大汉忽然对他咧嘴一笑 终于把嘴张开了 露出利嘴野兽般的森森白牙 就好像要把除流香连皮带骨一口吞下去 除流香吓了一跳 那倒不是因为他的样子可怕而吓了一跳 就算他真的要吃人 除流香也不是这么容易就会被吃掉的人 除流香之所以被他吓了一跳 只不过因为他忽然发现这条大汉的嘴里少了一样的东西 而且那是一样最不能少的东西 这条大汉的嘴里居然只有牙 而没有舌头 他的舌头已经被人齐根割掉了 除流香苦笑着说 老兄啊 你既然不能说话 我又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这可怎么办呢 大汉又咧开了嘴 笑了笑 看起来对除流香好像并没有恶意 而且好像还在尽量表现出很有善的样子 但却忽然伸出了一双比雄掌还大的大手去抓除流香 原来这条四肢发达的大汉 他的头脑也不简单 居然他也懂得实诈 当然不会被他抓住了 这一点小小的花样怎么骗得了这聪明绝顶的楚香帅呢 就算他的手再大十倍也休想沾到楚流香一点边 就算有十双这么大的手来抓 楚流香仍然可以从容有手挥手而去 令人想不到的是 这清宫天下无双的楚香帅 居然一下子就被他抓住了 这双手就好像是凶神的魔掌 随便什么人他都能抓得住 一抓住就再也不会放松了 你邻里有个小胡 湖边有个水阁 碧砂窗里居然还有灯光亮着 而且居然还有人 这个人居然就是楚流香 不知惊讶的水阁里 每一样东西都是经过气心挑选的 窗外水声缠缠 从两盏粉红沙灯里射出来的灯光 优美而柔和一张仿佛是来自 波斯宫廷的小桌上 还摆着六碟精致的小菜 和一壶酒 碑块有两副 人却只有一个 楚流香正坐在一张和小桌有同样风味的椅子上 看着桌上的酒菜 发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